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叶子 可以演奏出很美妙的音乐 树叶演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民间的游戏的乐器 文化历史文化背景比较浓厚 它只靠你的思维你的概念的气息 我吹奏一片树叶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吧 永远都是新鲜的 可以给我很多力量 给我很多活力 我希望参加这次比赛 我可以把吹树叶这门记 让我的同年龄的朋友都可以接受 你今天唱什么歌 白月光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我们洗耳恭听 好厉害 好厉害 像小号一样 好厉害 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 在心上却不在身旁 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 路太长怎么不长 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 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 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 你的捆绑无法释放 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 路太长怎么不长 谢谢 你这孩子唱歌这么多情 还会在树上吹哨 这以后女朋友不知道要教多少 你刚刚一走进来 然后站在那里我就一看 我就想起我从小很崇拜的偶像 就是陈伯强 然后呢你唱歌 然后吹那个树叶 我完全整个心很暖 是的 好开心哦 我们寻找的就是你 我可以试一下吗 OK 没问题 别人试不了 我也想试一下 这个别人试不了 教我们一下 很简单的放在嘴上 然后呢 用气 气从叶子的上面出 吹吹吹 你有唇膏 你都黏在那里了 怎么吹 你怎么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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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的是的 OK 是的是的是的 你知道吗 特别像小baby 哈哈哈 我觉得吹了以后可能挺丢人 所以我不轻易 你试试看 试试看 韩红我觉得搞不好吹出来哦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对对对对对 好可爱你这样子 我帮你拍一个照片 然后上等全出气 好像 吹一课啊 你让他吹一课 来来来 我帮你拍一个 你拍一个 尾中哥要不要试一个啊 你试一个啊 试一个啊 试一个啊 偶像赶快 一定可以的 做 尾中哥就别的补会 就会作弊 哈哈哈 这不容易啊 你学了多久 五年 那你的音阶是怎么来的 它是靠树叶的震动 气流的控制 哇 气流 哎呀小明啊 小明啊 好 别吹了 哈哈哈 我实在受不了了 坐到我旁边一直 啊 啊 啊 孩子都尿了真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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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吹出来了 好 点评一下 真的挺喜欢的 那个 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它的 叶子声 哈哈哈 带给我一种幻想 还是说 这首歌当中三次的这种转调 哎 你都转得很准 你能不出声吗 我 你呼 刚才是 噗 噗 现在改 你吹不出来 小伙子 我差点叫姑娘了 你把你的树叶跟她要回去好吗 不行 这可以借我了 送你了 好 兄弟 中国合伙人吹牛行 哈哈哈 吹这吹不了 哈 那个 啊 你来 哈哈哈 我觉得这小孩特别有感觉 他的音色就是这么 就是很很温暖 我觉得你是个唱歌的料以后 谢谢谢谢老师 是从事音乐的料 小明 你可以讲话吗 我一定讲你 讲不了 我现在一定讲你 讲不了讲不了 那树叶子一直喊嘴里了 刚才在你吹树叶唱歌的一瞬间 我就蹦出来这个树叶王子的死子 我刚才听你唱歌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已经听入神了 所以我相信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各位决定了吗 好了 好 一二三 过 谢谢 哈哈哈 谢谢老师好 好开心 加油啊 你可能天生就是个唱歌的料 谢谢 期待你下次的表演 谢谢老师 这是怎么样 选票啊 选票是吧 嗯 人家不是使这么大劲 哎呦我去 我这么成熟啊 稳重啊 很难救了 很棒很棒 这个很棒 嗯